我現在是Cinderella的後母 這個粉紅色假髮 是怎麼回事 自己都不認得我自己 Hi 我是可恩 今天我們花大錢來自拍館體驗拍照啦 然後這個右邊是攝影師 所以今天呢我們的靈魂工具 我們不需要相機 因為最近我在測試很多台手機嘛 我就挑選了它 神選之人啊 honey OPPO Reno 10 Pro 5G 而且它這次主打的就是人像拍攝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現在樓下試一下 OK 現在找個人多的地方 然後你拍我啊 後面要呢人全部bucket掉很美很美那種 很早耶 沒有什麼人 剛好有人開檔 果然名不虛傳的Portrait摩西卡後面 什麼人群直接消失掉 只留下一顆顆的flip 突然間多人了 也不怕該虛化的虛化 我還是新味呢 不該虛化的處理也是幾自然的 Zoom in 法師看下先 這我們這次的自拍館呢 就在Arcadia裡面啊 我在前幾天就已經bucket掉了 而且我問了那個店主 他們講 只有拍攝那個人需要給錢的 攝影師跟助理 很曬白群的 好人 一生平安 到了 這個幾小的地方喔 哈記喔 這個主題 熱式的 然後這個 啊 這裡也是熱式的 生日主題 生日主題 這個就是不能說的秘密的場景耶 有沒有 這個Annabelle是不是 真的真的 對耶 我還真的有 你過去你看 Insidious 6 啊 這邊咧就是 花旱風風了 然後你就拿一個雨傘 這個是什麼火水 這個好了這個 Insidious 7 但是有意思說 它這邊的燈光全部都是很安 要靠自己打燈的 只有一部分的場景啦 才是有靠自然光鏡的 比如這個居家光的 Chanel 白色主題 跟這個花線紙的 才是 反正就是靠窗口的它才有燈 所以咧 接下來我們就考驗 Arken的拍攝能力 跟Ovo Reno 10 Pro 5G到底 頂不頂啦 全程就是用你啊 不可以用攝像機啊 他們居然準備了這麼多的衣服 全部是免費穿 這三排都是各種不同的主題 然後還有化妝品 零食給你換妝服裝的 連假髮都有喔 這一堆咧 就是漢服 阿拉丁的feel耶 要就是你 現在在討論到底什麼場景 然後配什麼衣服 這裡來了 看到了 還有頭沙 Oh my god 是要結婚了 是不是 這邊是男裝 京師豆醬耶 哇是開鬼片的 還有日本軍 竟然還有套餐服門 你們看 OK 現在我們就開始變這樣了 OK 換好了 OK 第一個場景 我們就選了那個花花世界了 所以我就選了這一條 深系小裙子 然後我發現這邊的衣服 都是free size 比較多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點啊 嗯 夢幻 把他那個虛化弄到 把他周圍整個 好像鮮靜一樣 就憂鬱一點 貼裡面的那個花 好 場景我試看做一個 來老鷹看到一個 睡公主 漂亮喔 第一組超鮮 我跟你們講 今天開始我叫 可恩的花仙子 首先 美顏 very自然 因為這個場景靠的是自然光 所以我們就不講燈光 只講美顏 基本上拍了 我都不需要美圖修修了 本身的美顏包括 抹皮膚色 無管立體感都自動調好了 果然OPPO就是OPPO 美顏這一塊喔 還做到很好的喔 再來 現場五顏六色的話 其實Reno 10 Pro還原的不錯 還有帶點夢幻感 躺著咧是一倍 跟兔子聊天咧是兩倍 是不是有不同的感覺咧 那Close up 再配個花朵前景 這張跟相機拍出來 是蠻靠近的 因為我測試了 現在是第二個造型 抑鬱風情 我們搞了很久 為了放頭上的這些東西 然後這個衣服 還有耳環 項鍊 嘿 在這個景拍啊 啊來可以講 這邊 這邊啦 不要不要我看 我try了那個燈 要按這樣子 我剛才try了開了 燈沒有feel 不行你看啊 蛤 突然變成巴沙了 對 像巴沙 像巴沙 我現在是蹲往飛前啊 你剛剛一直按他的 因為我 我想要拉低 所以可以看到這種 燈泡的細節還在 你看他同時 手機 他讓他人臉 會有亮起來的感覺 所以都可以看到人臉亮 燈泡也亮 如果我不拉 我多餘了 你有feel叻 抑鬱風情咧 第二組我好喜歡 OMG 除了場景加造型 I love it之外 我沒有想到當下 環境這樣按 我們只是用了地上 找到的道具燈 就排出了這些 Fabulous Reno 10 Pro 會自動體諒我的臉部 出來的效果很自然 因為通常低光拍出來 就會像辣香這樣子 但是他不會 果然是Portrait Expert的 而且我們還穿了各種的前後景啊 比如這些白色一條條的蓮子啊 和鏡子的一前一後 兩個我啊 出來的效果都很絕 我要POIG了各位 這排也是絕絕子 顏色美美 美顏美 顏妝也清楚 第三套衣服 英文峰 不容許你找到這樣子的帽子 我現在是CINDERELLA的HOMU There you have the little lamb little lamb little lamb 我很不可以 我是宮廷的布衣服 不歪了咧 不香哦 你的綠超早 ok的很美一下 ok喔 我們點一下 這個存在 你可以貴婦一點嗎你 文藝啊十分鐘咧 排出了這紙照片 老實講 我不是很記憶這個場景 因為有點太flat了啦 但是好在喔 Reno 10 Pro的人臉體涼 和背景虛化的輔助下面 出來效果還是不錯的 而且我們還Try用了Reno 10 Pro 自帶的FILDER 60年代FIL 出來了啦 照片拍到很有年代感 如果你是不擅長修圖的 建議直接用FILDER啦 我真的不知道我們在做什麼 你看我像什麼樣子 他們說這個是assassin的裝備 真的好嗎 好 這個人還好嗎 要不要進院 這套給我好好買啊 這套給我好好買啊 真的是很認真啊 由頭到腳 都完全用完它這邊全部的東西了 這個腳 腳指標看啊 可以看到啊 水之呼吸 各位Cosplayer不好當咧 服裝腳法繃在上來 還要配對應的動作和眼神啊 幸好我有無數指導咧 Oh my god 我自己都不認得我自己 這個粉紅色夾髮 是怎麼回事 哎呀媽太像了 我宣布這組照片是全場最佳 完成 太太太好看了 因為現場咧有稍微打燈嘛 所以無論是人臉 顏色背景 細膩度都是一流的 你看那個顏色鮮豔度 哇 我要拍手了 美到啊 By the way Ken這邊有說到咧 這組照片用Reno 10 Pro拍攝的感覺 跟相機有相似耶 尤其是有手部動作啊 前景後景都要捕捉到的時候 比如手上的刀啊 花啊 燈籠啊 都是細膩的 而且咧 我們也來一個很靠近的人像拍攝 張肉和五官出色哦 我們現在已經拍完了啦 但是剛才的場景呢 其實是有點暗的 因為剛才是大影天 然後我們就是要靠一些視念的燈光啊 才可以拍出比較好看的照片 但現在太陽出來了啦 我們來到Cafe這個area 我們就實際再去test拍一個 在自然光的情況下 到底它可以拍出什麼樣子啦 來 我們拍到一組 就是用我原本穿這個衣服 很熱場的 看一下剛才拍的照片 它出來的感覺是很乾淨的耶 兩倍也很好看耶 它那個感覺 我覺得這次我選了 OPPO Reno 10 Pro 5G來這邊拍啦 它給我那感覺是很好的 一開始我很擔心 因為我怕 兩百多塊拍出來沒有一張照片是能用的 結果出來橫品是驚訝到我 因為它整個感覺是很好 包括它的一些光影控制啊 人臉細節啊 還有一些背景需要 我覺得都做到很好一下 而且喔 我真的覺得這台機 顏值真的很高 這個Purple Color 超人柔 超夢幻 超美的好不好 剛才我經過都有人看著那一種 像它其他配置 包括它用上的是 Snapdragon 778G處理器啦 然後它的屏幕是 6.7吋 OLED屏 122刷新率 電池方面是4600mAh 加一個80W的Super VOOC快充 好啦大概就是這樣子啦 那我們今天的自拍館體驗 就到這邊結束啦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去體驗別的自拍館 外國的 所以這台機多少錢啊 我忘記講下錢 2199已經可以開賣了 可以買到了